然後呢,又可以怎麼樣呢,一定要它在表單裡面輸入 因為它這個地方就沒辦法變更,因為我們這邊已經保護住了 所以一定要記得先把它保護起來 密碼就不要告訴它 那這樣的話,它填一定要藉由表單 這個時候的話,它沒辦法變更 一定會跳出這個錯誤 那一定要啟用表單,從這邊輸入才可以 這個第一個,再來的話呢 可能衍生性的會有一些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呢 就是說呢 如果它學過VBA的話 你會發現會有一個問題,衍生性的問題 它如果學過VBA,它點兩下 它可以看,假設它看得懂 上面的程式的話 目前工作表 的保護密碼 後面是1234 那它看得懂的話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它就說,你的密碼1234 那我就自己在這邊 教育裡面把它取消1234 就也是 可以取消保護了嗎 不過前提是什麼 它能夠 學過VBA,也看得懂程式 所以功力應該是比較高的 OK,有點像房君子不綁小了嗎 OK 假如說啦,你想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一勞永逸 就是不要讓人家看到我的程式啊 對不對 所以喔,順便教各位一下 如果你擔心說,有人看得懂程式 的話 理論上應該 只要它打開VBA 裡面的程式就不應該讓它看到 這是你的智慧財產權嘛 智慧財產嘛 對不對 所以喔 這個一定要學啦 幫你學VBA,最後還是 寫一堆 然後最後被人家看到 然後變別人也超過你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喔 最後順便講一下 如果你希望你的檔案給人家了 人家打開了 有VBA 但是它沒有辦法看得到的話 那你當然需要加密碼 很重要吧 不然你學 寫了這麼多 OK,最後 居然沒有上鎖 那不就很容易 屏風被人家拿走 OK 那怎麼樣把它上 其實還蠻簡單的 第一步的話 請你在哪裡呢 最上面 VBA PROJECT這個地方 按右鍵 這邊會跳出一個叫什麼 VBA PROJECT屬性 有沒有這個屬性 那屬性的部分的話 各位有沒有看到保護 那你只需要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把這個先打勾 鎖定專案 你攻檢式 這個打勾 密碼把它加上去 OK 那密碼你自己一定要記得 你打什麼密碼 OK 按確定 好然後最後的話 你就直接 存檔不是從這邊存 從外面存 OK所以裡面其實 這個存檔好像裝飾用的 OK 理論上是從這邊存 所以你把它關掉 把它儲存 OK 存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把它關閉起來了 這個時候的話 如果把它重新開啟 就這樣 它一樣會啟用內容嘛 打開 OK 一樣會跳這個 我們先把它關掉 我們來確認一下說 剛剛的那個 開發人員裡面 之前開Visual Basic 的時候有沒有 它會直接看到程式 可是你因為加了什麼 加了密碼 有沒有 所以你現在把它 點開來 密碼 有沒有 這個時候就上鎖 所以這個一定要學 就是你學這麼多VBA 最後卻沒有學 如何加密 那感覺好像 真的也沒有 學到應該要學的 好那密碼 當然如果它亂打 比如說它打 錯誤的 密碼不正確 所以一定要是正確的密碼 如果呢 是正確的密碼 才可以打開 才可以看到 表單 模組這些東西 其他 都看不到 OK 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哪一天 想要把它 恢復成沒保護的話 那很簡單 怎麼加就怎麼 把它打開 一樣在 RVBA 屬性 你把保護這個把 打勾取消 把這個密碼 delete掉 按確定 儲存 密碼 就消失了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基本上 這樣就完成 不過 最後我看一下 RUN一下 這樣應該是 應該是OK的啦 只是說最後還有一個地方 當然這個沒有加也不影響 可是加了會更好 哪個地方 因為我們理論上 習慣上什麼 輸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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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 輸到這裡之後呢 習慣按Enter 有沒有 然後它就幫我輸入了 可是呢 你會發現現在會不會Enter Enter 它會跳哪裡 跳這裡 那變成你要 再按一下Enter 它才會輸入 變成要兩個Enter 其實也 不傷大雅啦 只是說呢 就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可不可以這樣 因為我們平常習慣 我們在填資料的時候習慣就是最後這個地方 馬上按Enter 馬上就幫我輸入了 就不用多一個動作 再按一下新增按鈕 有沒有辦法做到 OK 這個是好問題 因為 坊間的書籍 幾乎也沒什麼提到這個 做法 即便你Google 發現其實 好像也沒有特別 有什麼答案 不過我是按照 我以前的那個 寫作習慣 然後我用推敲的 什麼推敲呢 答案怎麼出來的 其實我用推的 推理的一個就是說 因為 這個VBA它是遵循什麼 一個叫事件驅動的原則 什麼叫事件驅動呢 就是當你在 哪個地方 做什麼事情 會去觸發 什麼樣 的一個事件 那有 觸發某個事件的話 你就把那個 程式寫在那個事件裡面 它就會去幫你work了 所以 我們原理原則大概知道說 那怎麼去推敲這個程式 第一步 因為我基本上是在這裡按Enter 所以這裡按Enter 這裡是什麼 這個叫做控制項 Test Box的控制項 我把它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你會發現 它會自動幫我 產生一個程式 叫做Test Box 4 然後事件的話是 Change 是不是當我 Change的時候呢 其實不是 是應該當我按下按鍵 按下按鍵的事件是什麼 不是Change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叫程序 其實就是它所謂的Event 它的事件 那我們基本上 應該是按下某個按鍵 所以按下按鍵應該是哪個事件 應該是什麼 Key 按下按鍵 那就KeyDown 對不對 所以呢 第一步 你就在上面點兩下 它預設是用Change 那我們把它改成叫KeyDown OK 我印象中是KeyDown OK 好 第二步的話 這個就可以拿掉 這個Change 這個Delete 這個不需要 然後它就幫我產生一個 這個的事件 發生這個事件的話呢 做什麼事 就寫在這裡 那其實我們要判斷什麼 如果 如果它按下的按鍵 是 那個什麼呢 Enter的話 那我怎麼知道 是Enter 是被按下去 那我們有個方法 因為後面有個括弧 ByValue 這個就是 它會告訴你什麼資料 告訴你 你因為有KeyDown 所以它會告訴你說 你被按下的那個鍵的call 內碼是多少 所以呢 內碼 keycall 特別是有Enter的內碼 在那個 ASKeyCode內碼表 它的位置是等於13 也就是說 當那個 你的內碼 13 就是Enter的時候 空一格 Enter兩下 拿Enter一副 其實跟它一樣 一副 這件事情 KeyCode意思說 你被按下的那個按鍵 是Enter鍵的話 然後你要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 就是 等於是把 Enter這個動作 變成是按下新增那個動作 新增按鈕的 那個事件剛好在哪裡 其實就這個啦 叫做 Command Button1 Clicker 意思說 等於說我在這邊 按Enter 就等於是把它Click一下 那我這個地方該怎麼寫 其實很簡單 你就 把上面這個 Sub的名稱 叫 CommandButton1 底線Clicker Sub到 小瓜阿福的這一串名稱 複製一下 你就把這個名稱 放在哪裡呢 放在邏輯判斷裡面 前面加個Code Code 這個Sub 意思就是說 當我按下Enter的時候 那請你幫我轉移變成是 按下新增的那個按鈕 這樣的話 就不用再按一下 所以大概邏輯是這樣 那只是說有沒有成功 我不太知道了 不過我們習慣是這邊 設個中斷點 我看看等一下會不會觸發 大概寫這樣 來試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我剛剛是要在 111 然後是輸入正確的 這個 因為如果你有觸發的話 剛剛我有在上面填資料 KeyCode 因為我剛剛好像輸入一個 輸入8 然後在內碼表裡面 它是104 OK 所以再輸入一個 5 5的話在這邊是多少 101 OK 那是不是等於13 不是 所以跳過 有沒有 他不會去呼叫那個 新增這個按鈕 OK 然後跳過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再按 因為已經輸入完畢了 所以呢 再來呢 我就直接按 按 然後呢 最後按Enter 這個時候才在按Enter 好Enter 好Enter之後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KeyCode呢 是不是等於13 因為Enter 因為Enter是13 所以這個邏輯 KeyCode是不是等於13 True 對 兩邊match 所以 Zen 幫我呼叫什麼 新增按鈕這個動作 跳到這邊來 有沒有 他就等同什麼 按一下那個 新增按鈕一下 所以喔 就直接 幫我填了 OK應該看懂這個意思吧 那我這邊就 不設定一個 那個 中斷點了 我就這樣連貫來看 就是 剛剛11 FF 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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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 就不用再多按一個 新增了 當然啦 你說這個 沒有也沒關係 但是有的話 你會發現更流暢 有沒有 輸入完畢 有沒有 然後就Enter 就直接OK了 那這個的話呢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白板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在這裡 如何按Enter 直接輸入資料 這個是在 雲端白板上面的 那個第11頁 OK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至於說 那個什麼Keycode 為什麼13.Enter 其實你可以查那個 AskKeycode內碼表 其實裡面都有啦 OK 所以喔 這個程式 最早我其實不知道怎麼寫 不過主要是利用那個 其實他有些地方都有固定的原理原則 所以你只要 抓到那個原理原則 有些東西即便你 你沒寫過 但是你可以用 類似的 方式去推敲 程式就寫出來了 沒問題 OK 所以我覺得 學這個 VBA的話 有的時候其實 倒不是說你一定要看一堆的書籍 然後去 東抄一點西 盡量還是 能夠 比較 徹底的去了解 它的那個原理原則 以後 自然而然你就可以知道說有些東西 你就可以把本來 你做不到的這些功能 可以把它寫出來 OK 試試看好了 那剛剛的話 主要是什麼 在那個VBA裡面設定保護 這個還蠻重要的 試試看 然後再來就是 加Enter 好